2023年6月28日,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冰做客电影频道荣媒体中心 他说,王一博今年上映的两部作品其实档期都有改动过 机缘巧合之下,全部在2023年上半年上映 再加上7月28日上映的热烈 王一博几乎相当于半年内上了三部电影 而且,无论是无名也好,场空之王也好 都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和票房成绩 形成了阶梯式效应 2023年是王一博脚步非常扎实的一年 半年三部电影对一个演员来说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索亚冰教授凭王一博确实如此 场空之王原定去年国庆档上映 当时也取得了预售票房第一的成绩 但为了更好的展现,天风主动改档至今年五一 无名也原本是奔着去年国庆的档机去的 但因为主管部门对影片修改的要求 不得不重新补拍了部分内容 国庆档没赶上去了今年春节档 王一博电影无名所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王一博应该是压力非常大的 无名这样一部艺术片上春节档 还对上无精、刘德华的《流量地球2》和张艺谋 沈腾、张艺、雷佳音的满江红 当时做出上春节档这样的决定 无论对巨方、资方还是对王一博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赌注 王一博电影无名而犬 今年春节档正况厮杀之惨烈 相信追过这个档期的网友都知道 那时候无名几乎一天一个黑人搜在网上挂着 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活下来 还能拿到全球将近10亿的票房 真可以说是奇迹 而且无名在全平台竹豆瓣以外的地方 都保持着超高的口碑 香港评分8.8 连北美评分都在7倍以上 还成了泰国今年最受欢迎的华语片 王一博电影无名《场空之王》 作为刘小旭导演的出名作 又是王一博首次一番主演的电影 能够票房口碑双分收 也属是不易 这部电影成本有限 当时拍摄的时候 就曾因资金不足 被各路人马疯狂造谣 五一刚开始上映的时候 正赶上疫情结束后 首个出游高峰 被前往带节奏唱衰 但最后也还是凭借超高的口碑 走了长线 目前大陆票房已破8.42亿元 王一博电影无名 像王一博这样低调 诚实的电影人 不爱搞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不震荡竞争 两部电影上映 遭受各种防暴手段 也只能被动防守 全靠自己精湛的演技 和过硬的电影质量 才硬生生闯出一条活路来 所以连传媒大学的教授都说 王一博电影之路 走得扎实坦然 王一博最受传媒关注男主角 王一博已上映两部电影的票房成绩 也得到了业内的认可 用教授的话来说 就是观众都特别认可 而且不但票房高 评分口碑也不错 黄博 王一博电影热烈 由黄博 王一博主演 大盆指导的青春励志 喜剧电影热烈 已经进入上映倒计时30天 据说这部电影 是大盆导演迄今为止 最好的电影 也有影评人评价 无论影帝黄博 还是王一博 都在影片中 贡献了他们最好的表演 还记得不久前 网络平台流行的儿歌 种什么样的种子 开什么样的花 对演员和片方也是如此 你当初以什么样的初心 去创作这个作品 过程中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决定了你将有怎样的收获 黄博 王一博 月银盆电影热烈 期待热烈